一个CMU的家长问我说2024年美国新闻周刊全球排名里面 CMU 凯基美容大学它的全球排名从118下降到134下降16名 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原因 因为我就在CMU旁边嘛 所以我给你讲我的两个分析不一定准 一个是数据的方面 一个是半八卦半分析 那么关于数据方面呢 我们说过美国新闻周刊的全球排名主要就是看你的学术成就 而且在这个学术成就里面特别看你的这个一个领域的前10%前101的这些论文 美国有一批很好的大学是只有工学没有医学院 比如MIT 加州理工 乔治亚理工 那么这几个学校呢 这次排名是无一例外的都下降 乔治亚理工从57下降到70下降了19 加州理工从9下降到23 就连普林斯顿它没有医学院也是从16下降到18 而另外一批呢 医学院很强的学校今年排名是在上升的 比如说范德堡从78名去年上升到今年的63名上升了15位 还有卢什优从去年32位上升到今年的30位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西奈山医学院从去年46上升到今年的40 UCSF加州大学三番分校从去年的16上升到今年的15 所以这一批呢 这种医学院很强的这些学校在今年的排名是普遍的上升 这个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呀 就是在这两年呢 这个医学的研究可能非常的活跃 因为人类整个都经过这一次疫情 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疫苗的研究啊 这些治疗的方法呀 可能呢 是有一个大的爆发 那现在呢 很多研究这个疫情 研究这些免疫 研究药物的这些人回到办公室了 咱们就猛发paper 对吧 所以这个领域呢 可能它就很活跃 管医学 生命科学相关 那么你这个学校如果没有医学院呢 可能就占不了这个优势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 尤其在CMU 大家知道它的人工智能方面 计算机是非常非常强的 它的计算机方面 它在美国的中国级的国际学生的就业当中 就是所有学校里排名第一的 我呢 打网球呢 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CMU的人工智能机学习的教授 一个是皮特大学搞物理的教授 我们呢 上个礼拜打网球呢 就有一段的闲聊 挺有意思的 大家分享一下 CMU这位教授呢 就说呀 我这个暑期啊 太难了 我的学生都走了 都没了 我说 哎 你不是上次还说你有五个博士生呢吗 这五个博士生暑假赶紧让他们干活 他说 你可不知道啊 这五个博士生现在没有一个例外的 全都去这些大公司工作去了 又是五哥呀 又是微软呀 他们在这些公司一个月可能就能挣到一两万美金 那我现在暑期呢 没那么多钱给他们 所以这些人你说都去公司去挣钱去了 那可能他就发表论文的速度就会变慢嘛 另外皮特大搞量子力学的这个教授 他说 怪不得我的这些博士生暑期都在我这搞科研呢 那可能就是搞量子力学的没有那么多就业的机会嘛 所以从这两方面吧 一个数据 一个是小故事 也能了解到现在CMU它的排名下降呢 我认为呢 并不是说呢 这所大学变得不好了 而是说呢 它在新闻周刊这个排名的方法论当中呢 CMU它不占优势 另外一个方面呢 可能也是因为这几个强的这些工科的院校 就是加州理工 加州理工 CMU它们的学生可能呢 是就业的情况太好了 工业界可能挣钱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这些博士生就都到公司里挣钱去了 在科研的成果上面 就会不如医学呀 搞生命科学 其他方面产出这么多 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 大家觉得有道理就听听 如果没道理呢 你也可以说出你的意见 那接着个问题呢 我就讲到这儿 再强调一下啊 并不是说CMU今年就比去年差了 而是它的个性呢 并不太适合新闻周刊 这个排名的方法论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内容还不错 也能帮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甚至人生轨迹 我是程尚老师 我们下次再见